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位表示是这一年中的第几周 49 表示的是在2010年第49周生产 大约可以推断出这个轮胎是2010年的10月上旬生产 然而你能想到有些人居然开始在日期上动起了乖心思 冒着一定的风险 佩佩的线人王哥上线了 且轮胎来日期这事 最开始我们也只是听说 一些小渠道才会发生的事 像我们这种比较重视口碑的门店 对于取料还是很谨慎的 但是有一次还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那只可能进户的轮胎量比较大的 我们就到这个经销商库旁里去拿过 你猜我看到了啥 就是那种标本各种数字的模具 我心想不过用来改日期的吧 我说这位大哥 你这说的有点邪乎 真有这么大胆的经销商啊 我要不是亲眼看见 我也不敢信 看见改日台的利润真不少 因为轮胎新东厂和铁库的轮胎 它卖的价格不一样 你比如说一厢天的轮胎 2020年到2014年 就能插到500块钱去 他们的自主工艺 真的比前几年 我们看那种充足乱闹的改日台 经济了不少 你要稍微博留意 像我们这种月台无数的 也根本看不出来 那是改日台 而且流通到市面上 这种胎真的不是少数 据我所知 这件两张也给自来店里供货 这小小细思疾恐 你说车中买的正规轮胎 真不是我们想卖改日台 我们也是没锅的呀 这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日期能改的话 我严重怀疑 其他型号尺寸 是不是也有改的嫌疑 我还真预认过 不过那种改轮胎尺寸的 一般都是那种偏性能的车 轮胎比较稀缺的 你比如说用Viniti G3T 奥迪2S5 市面上这种轮胎就很难找 所以比较黑心的商家 就会把原来的型号 修改成那些稀缺的型号 给你换上 你想想 这子孙大小都不一样 越是那些难买的胎 其实改车轮的风险就越大 比如因为Viniti G3T 轮胎由21550217 修改成原车R2555217 这轮胎变载也变小了 刹车距离就会变长 里程表也肯定不准了 像那样把小轮胎改大的 一般速度也跟着受影响 好比里程表显示100 实际也90%多 但是你要过大轮胎改小的情况 那直接就会超数了 这你要是天天跑高速的话 吃发管都要吃好多了 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听你这么一说 这改日期和改尺寸 还真不是小事啊 严重影响到了各位的安全问题 倘若有些小伙伴 买过这改日期的轮胎 原本是6年的保质期 如今变成了5年 甚至更短 这车刚开起来 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一旦到达了轮胎的寿命临界点 这车的刹车距离变长 爆胎等潜在的问题 就会浮出水面 细思极恐啊 出于安全考虑 建议各位小伙伴 都自测下自己换的轮胎 是不是改日期 或者是改过型号的轮胎了 说点实在的 这检测方法有吗 这方法啊 也不是没有 可以看一下新化的轮胎字体 和之前的铜领排是不是一样 另外还可以看一下 胎面的数字的供应力的 粗糙程度 一旦遇到有改机胎 其实压时间长 它也不必要能养化 注意一下轮胎的外观 也能养化 哎呀嘛 这些年买个车要房 汽车保养要房 如今轮胎都出这么多造型的事 不过这事啊 早一天知道 各位小伙伴 就可以早一天防止自己被坑 接下来说到这个话题 相信很多小伙伴 还被蒙在鼓里呢 轮胎保养 竟然教的是智商税 很多车主 把车送去保养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店里的师傅 跟你推销轮胎保养这项服务 那有些保养衣食的车主呢 一般都会同意增加这项服务 但是佩佩要提醒大家 很有可能 你教的就是智商税 有时甚至还会 使得其反 因为有时候轮胎特别脏 对吧 然后在洗车的时候 可能会涂一些轮胎保护蜡 但是有一些不合格的轮胎保护蜡 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有一种油性嘛 它就显得特别亮 它是油路的 但是有一些 它含一些辐射性的东西 就是把这个轮胎能够相交 它会加速相交的老化 会后期会容易产生 这个轮胎表面有点 看来关于这家用车的轮胎啊 大伙真没必要过度保养 又不是拿去当展车 有时护理不当 这轮骨可能都跟着遭殃 各位其实只要日常监测好胎压 是否正常 监测胎面 是否出现烈纹等情况即可 注意以下几点 你的轮胎可能需要更换了 那么关于何时更换轮胎 究竟需要看哪些参数 佩佩也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 总结一下 首要条件 还是要看轮胎的磨损程度 仔细观察下 轮胎花纹凹槽里 你会发现有很多凸起的小方块 如果它们已经开始接触地面的话 就表示轮胎已经磨损到了警戒线 一定要及时的更换 有些小伙伴遇到轮胎胎面裂纹 或者是补胎次数较多时 但却没有到达时间年限 就会很纠结到底该不该换 其实具体分析一下 一些小伙伴也经常会遇到 胎面上出现类似的小裂纹 也建议大家不要马虎 要及时的去更换了 胎侧一旦发现滑伤就需要更换 而有关轮胎补胎的次数 也尽量不要超过三次 一般轮胎的更换周期为六年 一旦达到这个上限 无论是磨损程度是否严重 也提醒大家要去店里更换一条新的轮胎 毕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轮胎表面也会氧化严重 从而影响到行车的安全 最近听到一位新大的车主 轮胎一只坚持使用了十年从未更换 这种随时都有可能突发意外的情况 奉劝各位 再还是别的生命 在轮胎寿命的边缘来回试探了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轮胎的安全性 各位小伙伴千万不要忽视 有关轮胎 下期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专门深入分析 补胎究竟哪种方式最好 最贵的蘑菇丁补胎就一定是最好的吗 更多你想知道的断货 我们都会一一奉上 福利时间到了 有讲问答 本期节目爆料的轮胎门店老板究竟姓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官方账号下评论 我们将会抽取两位幸运的小伙伴 送出用车防坑的指南书籍哦 最好的